没有一丝丝防备,上个赛季表现还算可圈可点的08年榜眼毕斯利,在本赛继修赛期居然无人问津,今天终于和胡仁达成了协议,一年350万签约胡仁, 这个2017-2018赛季场局能够拿到13.2分5.6篮板,1.7助攻的封县汉将,现在只能底薪加蒙胡仁,真是让人唏嘘不已,加上不久之前,状元罗斯也仅仅是一年210万底薪留守森林郎,同时炭花梅傲被联盟禁赛,至今也只能行赴在家,无法重返赛场,可能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了, 状元和榜眼底薪,叹花失业,罗斯是受伤并困扰,那是天度英才,可是比斯利和梅傲那就是自己作此了,比斯利高中时期和杜兰特齐名,全面的伸手可以说征服了NBA各大球队,梅傲也差不到哪去,精准的投篮和后卫扎实的脚步,一度成为科比接班人, 可是两人都走向了不归路,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,从08年到18年,十年之间能够改变已经很多了,差不多这些球员都已经快30了,或者有些已经30岁了,真是他们球员生涯的黄金年龄,可是事与愿违, 但是在08年除了前三位让人唏嘘,也有威少和乐福这样的神兽,成为各自球队的顶梁柱,但是小编要说的是一个二轮秀,没有那个爽约小牛,现在有签约独行侠,以前叫小牛的小乔丹,也是在今年夏天,小乔丹这个08年的二轮新秀和独行侠签约了一份一年2290万的大合同, 不得不说这对状怨罗斯,狼眼比斯利和炭哈梅奥一个讽刺的现实,30年河东30年河西,08年新秀赛季,罗斯,比斯利,梅奥三个人都是新秀最佳阵容,其中罗斯是最佳新秀,十年过去了三个人也只能沦为球队的边缘人物,而这个二轮秀小乔丹成了球队的内线屏障,事实就是如此的残酷,没有一点点防备, 小乔丹虽然有自己的短板,但是可以将自己的长处最大化发挥,罗斯受困于伤病算是可以理解,比斯利和梅奥确实让人既悔恨又惋惜,比斯利算是浪子回头,希望不要让人失望,即使流浪也是自己做的,怨不了别人,梅奥可能就这样了, 罗斯真心希望他远离伤病,我们或许看不到罗斯的风驰电撤,闪转腾挪的上篮,因为我们更加不希望罗斯再一次受伤,我们或许看不到比斯利拿到高薪,因为我们更加不希望榜眼阴场外事情,影响到球队而可能零当入狱,小乔丹拿到顶心是榜样,08年新秀们继续努力吧,09年新秀库里,哈登等等都是NBA中流砥柱, 你们也不应该就此在人后吧。 的地方 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